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范围内收割了热度 7月8号 迪士尼对外发布了真人版的电影《花木兰》的首支预告 并宣布这部电影北美定导2020年的3月27号 这部从2015年就开始筹备剧本 2016年开始全球选角 2017年年底宣布华人演员刘亦菲为主角 2018年陆续曝光鼓励李连杰 甄子丹等相关的角色 但到现今仍旧不知道具体内容如何的电影 终于吐露点信息了 《花木兰》预告公布经典的动画IP改编 首位华人公主曝光 预告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 海外市场上 木兰成为了推特全球热门话题第一 海外的网友对电影中《花木兰》额头上的图案 迪士尼公主唱不唱歌 动画中男主李翔 神兽 木须龙 蟋蟀消失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而国内舆论平台上《花木兰》妆容 《花木兰》福建土楼 《花木兰》刘亦飞打打戏等话题空降微博的热搜榜 公众从预告开篇中的福建土楼到刘亦飞电影中的女装 战争场景里穿着的盔甲 再到《花木兰》应不应该讲英语 《花木兰》电影海报的都进行了一番讨论 连带着所有《花木兰》相关的诗词 历史故事 影视作品等都被拿出来反复转发 《花木兰》作为迪士尼公主与迪士尼其他角色之间的段子与玩笑梗也迅速产生 从电影《花木兰》与刘亦飞目前的热度来看 部分公众认为这或许不仅仅是迪士尼经典IP的一次真人化 更是迪士尼为国内观众特别烹制的一道大餐 带着黑豹之与黑人受众一样的种族情绪 最关键的问题是《花木兰》到底会在国内引起什么反馈 现在或许可以预见一般 一部海外拍摄电影想要真正与国内文化语境达成理解是有困难的 这种困难不会因电影IP或制作公司而降低 《花木兰》面临的局面也是如此 这个国内从老至少都耳熟能详 甚至没事就能背出一句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词的经典故事 好莱坞想要在国内观众满意是有难度的 迪士尼《真人花木兰》预告曝光 得到的反馈也是莫中一世的 首先登上引起公众注意的是花木兰的妆容 预告中花木兰尚未代付从军时 一身紫色罗裙 脸上浓厚的未尽妆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网友们纷纷考察史料了 探究电影妆容的合理性 而探究的动因很明显 对这个装扮并不是十分满意 微博上迅速产生对该妆容的仿妆 并进行了调侃 化完花木兰妆啊 我完全理解 好好的大姑娘为啥要去从军了 随后预告中出现的福建土楼 也成为了讨论的话题 关于花木兰到底籍贯何处 电影中到底该不该出现土楼的讨论 层出不求 最后变成了迪士尼的花木兰 应该是个虎建人的段子 跟着这个话题的发酵 公众啊又再一次注意到 花木兰战争场面里穿着的盔甲 所持兵器似乎也不符合所处的朝代 好莱坞喜不喜欢东方文化元素 从这个状况来看啊 显然是喜欢的 但是喜欢和妥善运用存在些许距离 即便是国内影视作品中 时常出现这些类似于历史的bug 更不说啊 对东方文化多以符号认知 与元素堆砌为理解方式的好莱坞 但花木兰预告是不是就完全不如预期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微博上有网友整理出了部分海外网友观看 花木兰预告时的反应 随着海外网友的反应呢 不少国内网友表示 看这个看哭啊 跟着他们一起奔着弦 一起感动爆发 人类的情感是想通的 显然 花木兰预告中显露出的人类情感 场面制作 演员表演 动作打戏的 是能够打动人的 电影粉丝呢 也迅速制作出花木兰与复仇者联盟 人气角色洛基的搞笑段子 将花木兰与武林外传 同相遇 拉娘配 还有各种类似于 郑佩佩 狗力 甄子丹 李连杰等 饰演过的其他电影角色 生产的玩笑梗 如画夫人与秋香等 公众这种以调侃心态产生出的 同仁UGC内容啊 是带着善意的 背后是公众对这部 电影蕴含的期待与喜爱 公众允许一部分人以考究P的行为方式呢 讨论这部电影存在的不足 表达不满 也不会阻止另一部分人对这部电影表示喜爱 本质上啊 花木兰是一部迪士尼真人的商业电影 微博上有人评论到 无论我们认为诚意是否足够 是否足够尊重 必然被拿来类比的都会是黑豹 甚至长城 绝对不会是末代皇帝或赤壁 满意或者不满意 在乎每个人心里的评价标准 而花木兰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 背后啊 无疑是迪士尼的公主效应 全球所有女性成长过程中 谁没有幻想过 自己能有一天变成童话里的公主呢 迪士尼在二十年以前 就从这个梦境里窥陷了商机 二十一世纪初开始 迪士尼公主成为了迪士尼王国的重要商标之一 2000年前 迪士尼的商品顾问 安妮·门妮 从少女服饰中 看见公主们具备的经济可能 计划将迪士尼旗下的各作品 虚构女性主角注册成商标 并对外公布 公司将实行迪士尼公主的商标的合法经营权 这个计划起初也遭到了部分人员反对 但最终成为了迪士尼娱乐消费的重要路径 数据显示 2001年迪士尼公主的商标超过了三亿美元的营收 到了2012年呢 此商标的营业收入超过了30亿美元 2018年的冰雪奇缘中 安娜和爱莎所穿的一条公主裙 在全美一年时间内卖出了300万条 获得了收益超过4亿美元 更不说迪士尼公主们本身的IP效应 在迪士尼娱乐消费链条与主题乐园中 自生出的消费吸引力与内容变现能力 官方的信息显示 迪士尼官方认证的公主一共有12位 但根据《无敌破坏王2》、大脑、互联网中出镜的公主统计 迪士尼一共出现了14位公主 而2014年迪士尼开始 阿拉丁等4位公主已经实现了真人化 其中环球影业的白雪公主与猎人 相对论传媒的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并不算再烈 真人公主们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喜人 沉睡魔咒一成本1.8亿美元 全球票房达到了7.58亿美元 灰姑娘则以9500万美元成本 换回全球5.43亿美元票房 2017年的真人版《美女与野兽》成为了年度爆款 全球票房达到了12.63亿美元 今年上映的阿拉丁 目前全球票房达到了9.22亿美元 破10亿美元已经是时间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在花木兰的预告公布之后 迪士尼还公布了沉睡魔咒2的预告 电影宣布10月18号北美上映 真人公主们为迪士尼助力的不仅仅是电影票房 更是延续了IP生命力 将上个世纪存在童话故事里与动画电影里的公主们 变成现实人物 公主IP进一步影视化 而全球女性主义崛起的趋势下 迪士尼的IP光环与公主们身上具备的女性主义色彩 也让每一个被选中成为迪士尼公主的女演员都倍感荣耀 花木兰作为迪士尼公主队伍中唯一一位华人公主 其动画的电影在国内具备广泛的认知度 真人画之后 花木兰终于由国内女演员饰演 好莱坞迪士尼的外壳 内壳却是传统的中国故事 这让这部电影在国内粉丝中地位更加特殊 公众或许不喜欢黑豹在黑人受众中的好巧卖官 那礼物送到自己手上的时候 每个人还是会开心收下 花木兰的一支预告在国内已经引起了一阵讨论 不难想象电影如果顺利国内上映会有什么反应 虽然业界一直诟病迪士尼真人电影在国内的水土不服 但在全球趋势上迪士尼显然已经成功 迪士尼童话IP焕发新的生命力与票房价值 在明年花木兰之前 国内今年暑期到还有一部真人版的狮子王 诺大的迪士尼总有一部你逃不过去的IP